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利用y等於sinx的圖形 畫出這個圖形 並且求出它的周期 最大值跟最小值 好,我們先把y等於sinx,先把它畫出來 就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個是 1 負1 這是π 2π 這是負π 現在的話呢,你要給它加2 加2的話就是說 這整個函字圖形 往上移動兩個單位 往上移動兩個單位 相當於是這個坐標軸 坐標軸 x座 x座標軸 就x座 往下移動兩個單位 移到這邊來 這裡的話 就當成0 那這裡的話呢 最高點的話 最高點的話 就是1加2 這裡就是3 這個把它插掉 插掉 這兩個距離是2 所以這個距離是1 這個距離是1 距離2 所以這距離1 所以這個是等於1 所以最大值是3 最小值的話是1 那這個周期沒有變 因為它跟原來圖形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它周期的話 周期的話呢 是等於2π 然後最大值的話是3 那最小值的話是1 最大值的話呢 是等於3 最小值的話呢 等於1 這個最大值最小值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我們可以先把它的正模算出來 它的正模算出來 它的正模算出來 最高點跟最低點 距離的一半 就是3-1 除以2 正模算出來就是這個 這個上就是正模 這個上就是a 這個a的話是等於1 好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正模算出來的話 這個函數它最高點就是1 最低點就是-1 就是1-1 那你最高點的話 把它加2 就是最大值 最低點 你把它給加2的話呢 就是最小值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什麼 這個a的話 a的話現在等待 a現在是等於1 那最大值的話呢 等於多少呢 等於a 這個 加上什麼呢 加上位移加2 最小值的話 最小值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負a 加2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公式記下來 正模就是這裡 所以這個正模是1 這是1 所以這1加2就是3 負1加2就是1 所以最大值是3 最小值是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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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